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之兰的消息 今天近来势头强劲的尼克斯遇到了领头羊热火 而在这场引人瞩目的较量当中 热火凭借着三巨头的出色发挥 102比88大胜对手 林书豪仅仅得到了8分 首先来关注尼克斯 赛前热火的大牌们曾经放出狠话 要给林书豪点颜色看看 果不其然到了场上 林书豪受到了对方的特殊待遇 在对方的严防死守下 林书豪全场只拿下了8分 运动战中更是仅有11投一中 不足10%可怜的命中率 少了林书豪的穿针眼线 尼克斯又回到了之前各自为战的状况 尽管他们依靠个人能力拿下了不少分 但是在热火三巨头合力砍下的67分面前 尼克斯还是彻底败下阵来 102比88 赢球的热火继续领跑全联盟 林书豪全联盟 林书豪全联盟